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就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成员 我是主讲人魏玉芳 那还有刘雨轩跟丁宗盈 好下一个 那我们那个灿昏的原始logo 是一个旗帜的样子 然后字体是出原体 它的logo字是随着它的旗帜是变形的 所以客户会觉得就需要换一个新的logo 然后去重新制造它的形象 那我们就是保留黄色跟原体字 然后就是我们的logo发像 所以我们保留参昏的原始的黄色 就代表它的活力 然后在它那个所贩卖的商品 是一些电器、家电 然后或者是3C产品等等 所以就会联想到它可以去修理到 然后插头之类的 然后它也有一些我们优惠也很多 就是跟方便性 就是到处都可以去参昏的地方 好 那我们logo的概念的话 是我们保留圆体的字体 那边方的圆角 就代表我们灿昏是非常有亲切跟舒适 那黄色的地方的话 我们保留也是一个圆形的图案 然后就是凸显我们的活力 然后在中间灿跟昏是一个电路的符号 是代表我们所贩售的产品的性质 好 那我们logo的格线图的话 是比三角形的格线 那是两个三角形是一个X 然后对比两倍的X 然后在这个格线上的话 它所用的颜色是Pantone 803星跟Pantone黑色星 它最小尺寸是4公分 在我们左做的是黑白设计的话 所用的颜色 我们会把圆形会转为就是比较淡的灰色 那在黑色底的状况底下 又会太一样 就是我们的灰色会变成 就比较偏重一点的灰色 就是让灰色跟黑色就比较有突出 但是又不会太显眼 就是可能说就是太自然 那我们错误范例的话 就是我们不能将logo随意变形扭曲 跟改它的透明度 然后或者是直立排列 还有更改就是圆形的它的颜色 跟引动图形就是任意改放位置 然后或者是我们 因为我们新的logo字体 是比较特殊的 所以就也不能去随意跟改其他的字形 好 那这是我们的logo应用在T-shirt上 就是员工他可以去穿着这件地图 然后就是以 就变成以白色的T-shirt为主这样子 再来这是我们参昏的专属购物袋 在贩售的时候可以让那个顾客 或者是在办活动中可以去赠送 或者是去贩卖这些袋子 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两款 一款是圆形它的是白色的字体 然后黄色的圆形 一个是白色字体跟比较黑色的圆形这样 那在我们的名片设计上是以长方形为主 那在那个logo上面的话 它是比较摆放在下面一点 对 对 在一般的人名跟一般的基本资料的话 我们就是以就是摆放在中间为主 对 对 然后就是以上 我们这个logo的应用是倒贴 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可以回到有参昏的你的设计上 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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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准致 对不对 上面 上面很像 你笑一下 你会在上面 好 我会在这里照 其实我还蛮喜欢 它中间有那个电波设计的感觉 可是我想请问老师是说 在设计的观点上 那个参昏 那个参姿 参姿的右手边 感覺上他右手邊 上面跟下面 好像離得有一點開 所以覺得說 欸這個字怎麼被拆成這樣 如果稍微接近一點點的話 會不會感視覺上 會覺得是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字的感覺 對一個 其實小時候今天我是客戶 上面跟下面 上面是 就是 蔡規的蔡齁 然後右手邊對不對 然後上面跟下面 感覺上因為大概距離是有一些嘛 大概是到1公分 一個三角形的感覺 那感覺上上下那個字離得有一點開 所以就覺得說 欸這個字明明就是一個字的右手邊 可是被拆得有一點遠了 視覺上如果近一點的話 會不會更明顯看得出那是一個蔡子的樣子 有試過欸 但我現在 就稍微接近以後看起來的這樣子 要把這個感覺感受 對 就是很奇怪 因為有試過但 我沒有辦法講 我有試過 我是覺得他現在這樣子 坐起來 就我感覺 我會覺得 眼睛上覺得很舒服的原因 是因為 他的筆畫有照陸鏡頭 就是 他是 他的每一筆畫都是點到點 大多數啦 像是上面那個無粉點到 他沒有再往下拉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看起來會覺得很平衡 對不起喔 如果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讓他現在是騎在這裡 如果讓他稍微這樣下來一點點到這邊 他會半合的地方 半合整個字會更聚在一起 也有可能不會 因為他 那縮小的時候他沒有很緊 就是 嗯 嗯 嗯 其實 怕太擠的話 整個視覺效果會變硬的問題 還是要一些異形的問題 好 謝謝 謝謝 我媽有媽有媽有什麼想法 他那個錯誤欸 但是我覺得一般人不會發現 就是這邊 這個圓 他高是2X 他這條三角形的底線應該不會是2X 真的好紅喔 對 所以你剛才會把這個2X換成X 哦 好 對啊 代表他是一個檔位 嗯 這怎麼又畫回來 腳腳 因為不是原本都在中央嗎 嗯 你剛才不是做我們都在腳腳嗎 我說中央的啦 中央的比較好看啊 哦 真的喔 好 沒關係 反正你都有做嗎 嗯 上去就好了 好啊 那明天設計 算是今天做比較用心的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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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